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欢迎来到新冷战情室,我是宇童 伊朗最近指责以色列连续三日对波斯的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让言要报复 以色列绝不坐以待毙,正在组建一个反伊朗军事联盟,发誓要消灭波斯的核武器 而且已经确定了伊朗境内的3000个目标,都是关键的军事基础设施 内塔尼亚湖出手迅速,近日到了巴黎和马克龙互动,重点谈伊朗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社工与内塔尼亚湖会面后,谴责伊朗兴设施建设核计划 这点意义重大,法国当地媒体报道称,这是以色列攜手法国重组反伊朗军事联盟的一部分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这个犹太国家以色列计划与西方列强组成军事联盟打击伊朗 该出版物,缓引一位匿名的外交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已经彻底研究了攻击伊朗的战略 制定了打击的具体细节,定下了约3000个目标 奈塔尼亚湖希望迅速采取行动 据该电台报道,以色列不希望单打独斗,希望西方国家结成联盟 尤其是法国和美国需要参与,理想情况下可能还有海湾的君主制国家 例如雅联邮等海湾国家 这些国家在2020年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和解 这位外交消息人士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解释,即使以色列继续攻击伊朗 任何此类联盟都将阻止伊朗进行报复 因为这将意味着同时向多个国家宣战 此前,以色列担心波斯获得核武器,早就发出警告 如果核谈判失败,以色列就会轻炸伊朗的核设施 现在,伊朗无视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又受到俄罗斯的技术支持 这位右翼的以色列总理可能认为,寻找西方盟友可能比以前更容易 最近,伊朗战略重心内发生的史无前例的袭击 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对此保持了刻意的沉默 这就等于是对波斯遭到袭击的莫认赞同 都让以色列看到反对伊朗联盟的可能性 总观以色列因为俄罗斯在敘利亚驻军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但内塔尼雅湖2月1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他肯定会考虑向基辅提供军事支持 准备提供铁窮系统 RFI表示,内塔尼雅湖由此向西方国家传递了一个信息 即我支持你们对俄罗斯开战 都请你们支持我和伊朗的战斗 美国最近还通过中央军事司令部加强合作 和以色列拉近距离 1月下旬,美国空军的F-35战机 从布希号航空母船起飞 飞越地中海数百英里 和以色列的F-35战机联手 在内盖夫沙漠上空 无以对地对空导弹的联合攻击 在这些展示了非常复杂能力的演习之后 分析人士和前美国官员指出 这个里面有多少能力 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执行远程打击的能力 惊人似相似 就在赞写本报告的同时 土耳其和敘利亚连续发生两次7.8级地震 是双主阵 现场情况非常惨烈 敘利亚和土耳其第一时间要求国际援助 连以色列都可以派出国际援助 要知道敘利亚和以色列可是敌对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大灾难发生在华盛顿和8个欧洲国家 就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 发出旅行警告之后 类似的警告都针对了伊朗 真是禍不单行 专家指出西方政府下令撤离其公民 往往意味着 以色列很可能在那里发动大规模袭击 具体的内幕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正在升级 这是毫无疑问的 此前以色列空军摧毁了伊拉克 奥斯拉克和敘利亚的阿尔克巴尔 这两个核设施 这清楚地表明不承认以色列为一个民族国家 以色列就不允许他们发展核武器 伊朗现在都进入了这一行列 只是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成功打击 不会像对伊拉克和敘利亚那样简单 这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伊朗的核设施都陷入了三体中 其次以色列还没有合适的武器 摧毁伊朗 陷入三体内部的核设施 必须使用可以穿透加固地保的飞弹 而今为止 这种武器仅存在于 美国空军的库船中 禁止出口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任何国家 它的名字叫做GBU-57 都称为大型穿甲弹 重达3万磅 是最强大的地保破坏武器 但是以色列空军IAF-16I F-15EI 和最近获得的F-35I 都不能攀带那么重的飞弹 不过最近好消息传来 美国空军的前线战斗机F-15的最新升级版F-15EX 能够攀带高达29,500磅的武器 有了它 以色列能够考虑和计划打击纳坦之核设施了 因此以色列表现出的购买F-15EX的兴趣 不但于购买F-35A F-15EX最大起飞重量8万磅 空重约为3万2千磅 大约有4万8千磅可用于燃料和武器 挂上3万磅的GBU-57之后 一架F-15可以攀带1万8千磅的燃料 并可选择在飞行的适当时刻 进行空中加油 事实上 在F-15EX的中心线上安装GBU-57 将是一项艱鉴 而且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众所周知 以色列空军IAF曾多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相信以色列技术人员会找到 繞过他的方法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美国空军会把GBU-57交给以色列吗? 到目前为止 这个答案一直都是否定的 但随着美国政府积极考虑取消 对这种军械的销售禁令 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如果以色列能够发射 像GBU-57这样的大型穿甲弹 以色列将具有优质的军事优势 并对伊朗的核设施构成威胁 美国众议院的两名议员正在努力 向选定的国家引入GBU-57销售的立法 以色列是第一个 都可能是唯一的候选人 美国空军还有一种名为全球正确攻击武器 的新型纵芯特防武器 正在为美国空军未来的军炸机B-21开发 它来投入使用还有几年时间 GPA-W是美国空军称为下一代穿甲弹的产品 NGP预计在尺寸和重量上要少得多 只有GBU-57的三分之一 而且很可能安装在F-35上 如果以色列没有F-15EX 它还有另一种替代平台可用 这是经过改装的C-130 人们可能还记得 在2017年的某个时候 特朗普总统授权打击阿富汗 南格哈尔省阿圈地区的ISIS隧道 当时執行任务的 就是一架名为MC-130的C-130改进型 它攀带了一枚重约22000磅的大型空袭弹药 GBU-43 可以说如果美国向以色列提供F-15EX 和GBU-57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将不可避免 即使没有F-15EX 以色列都将通过修改现有的C-130 用空头GBU-57来完成任务 以色列的无人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然而该国无人机的确切能力 它一直是个秘密 这是因为以色列国防部禁止制造商 宣传无人机的能力 然而伊朗指责以色列在1月28日 使用无人机攻击波斯的7个城市 这是让以色列的无人机再到头条 以色列的一位前高级军事官员表示 没有人会听到他 没有人会看到他们的到来 以色列的无装无人机使用的重力炸弹 能够无声无烟地落下 让对手难以逃避 1973年的战争期间 以色列被坦克入侵打得措手不及 就开始研发无人机 作为防区外的监视和打击能力 经过20多年的保密 以色列于2022年的7月披露了武装无人机的情况 以色列军队在2022年9月授权武装无人机在西岸行动中 将冲突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022年11月 一名以色列将军提供了空军和炮兵 这两个军团的详细信息 这两个军团使用无人机 攻击巴勒斯坦和远在伊朗或苏丹的潜在目标 一位匿名的以色列官员称 该国最重的武装无人机 有客机大小 可以远距离飞行 有一种Heron-TP无人机 有效载渴约为一吨 这些无人机上的炸弹都是以色列制造的 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 它们能达到音速 只是和美国无人机发射的地獄火导弹不同 以色列的炸弹没有推进系统 不会产生噪音和焰霧 禁于该华藤的敏感性 另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指揮官表示 任何可携带炸弹的无人机 它们的转让都将在政府间进行 无需进行宣传 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Russi智库表示 2017年全球超过60%的无人机 出货量来自以色列 以至有50多个国家、地区 正在使用以色列制造的偵察无人机 这个充分说明了它们的扩散 以色列的爱马仕450和爱马仕98 武装无人机是爱尔比特制造的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IAI负责生产艾坦和仓路无人机 该公司的克洛普和哈比无人机 拉斐尔公司的火飞无人机 这些都属于油荡弹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